现在的自媒体平台 包括网红的这种平台 最为流行的就是微信这种平台 微信营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以微信为载体的自媒体平台的营销和推广 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我结合这几年服务企业的经验 我提出了一个四部的一个模型 第一个叫做吸附 第二个叫做眷养 第三个叫做转化 第四个叫做交易 那怎么做吸附呢 就是首先你要拥有一个自媒体平台 包括要对它进行专业化的包装 甚至包括定制开发等等等等 使它具备一个能够吸附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样子 然后要去推广 第二个眷养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通过各种推广方式 把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意向群体 拉到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上 我们需要进行标签化的精准运营 我们才能让它为我们产生效果 所以当我们吸附之后 我们要奉行 眷养这种方针 把它们按照标签化的方式 对用户进行日常的运营 运营这块 最重要的就是内容运营 其次要进行活动的运营 包括日常的粉丝互动等等等等 第三个就是转化 我们无论有多少的自媒体平台的粉丝 如果转化不了 那这些粉丝对我们来说是价值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转化 怎么转化呢 就是要转到 让它从我们的一个普通的用户 转化成一个忠实的用户 甚至转化成我们的消费者 最终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上 去下载我们的APP 去购买我们的产品 或者帮我们的内容进行传播 等等等等 让它最终产生一个实质性的交易 让它付费 让它买单 第四个部分 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自媒体既然这么好 网红这么好 那我们怎么去玩转我们的自媒体的运营呢 我总结了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定位 定位一定要清晰 不能混乱 第二个 语言 趣味 不古板 第三个 内容 精致不雷同 我看到有很多的自媒体平台 内容都是东超超 西超超 各家几乎一样 那这样的自媒体平台本身也是不具备价值 第四个 活动好玩不复杂 就我们要多在自媒体上多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第五个 互动及时不拖沓 我们发现当我们拥有了自媒体平台之后 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们互动 但是呢 如果我们回复的不及时 就容易错失这样一个比较忠实的一个粉丝 第六个 频率稳定不扰民 大家知道很多自媒体平台每天都能发布好多条 那你是不是每天就可以产生很多条呢 不是 我们要根据粉丝的习惯 定期的去产生 不要发送的太多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把整体的东西运作好 我们其实日常的运维 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来运维的 双模式 第一个常开模式 就是通过内容 和通过跟客户的互动 占领消费者的心智 其次呢 通过战役模式 就是要频繁不断地去做活动 每月 每周 每个季度 每年 都有一些像模像样的亮点活动产生 就点燃他们的热情 所以呢 在活动这块 我们要进行持续性的关键节点的活动 不同的节假日有不同的活动 此外呢 要进行一些跨平台的世界营销 这是我们玩战争自媒体运营的双模式 围绕这个双模式 我们再结合刚才讲的 玩战争自媒体运营的六大方面 我们看看具体该怎么进行运作 第一个定位 定位就是 你想通过自媒体平台 或者想通过 比如说咱们就以现在比较流行的 微信公众号为例 你想通过你的公众号 让消费者获得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大家一定要清洗 只有做好定位 我们才能吸引好这帮粉丝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定位 定位的重点 是要把我们的名字给提好 此外 要多跟大家进行互动 所以我们做好 这些公众账号 用自媒体平台的定位 需要考虑一下几个问题 你想通过公众账号获得什么 营销的目的 第二个 你的公众账号能为用户带来什么 这属于客户价值 第三个 你的这个平台价值核心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独特的卖点 第四个 你的客户的偏好 关注点与你的服务产品是否匹配 就是要完成需求的对接 我们不能只提供这个平台 最终是要产生一个最终的一个服务和关系的强链接的 第五个 你用什么样的流程去支持客户付诸行动 或者来购买啊 买单啊 等等等等 第六点 在正常情况下 坚持你得到的这个方向 比其他我刚才说的这五点都要重要 就是确定了方向 确定了定位以后 要迟迟不懈的坚持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起名 这样两个公众平台 第一个公众平台是一个叫做美佑的APP 是方便女性管理精妻的 它的一个名字就叫做美佑 它的微信号叫做meetyou美佑 大家看它的功能介绍 实际上功能最强大 预测最精准 最受美美喜欢的大姨妈管理软件 美佑女生助手 遇见更美的你 定位非常的清晰 品牌名 价值 还有它的微信号 很清晰的展示给大家 很容易找到 而且很容易知道 明白你是干什么的 第二个是民生意代的 我们看 它的名字叫民生意代 它的微信号就叫民生意代 汉语P 它的功能介绍 民生意代 民生电商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要用互联网的思维 打造让投资者放心 让融资人称心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很清晰很直接 为什么人服务 愿景是什么 很简单 所以一个很好的定位 映出到我们很好的一个名字 包括一个很好的介绍 会让你的粉丝和用户 第一时间明白 你是干什么的 你给它带来什么价值 这是我们给两个行业做的一个定位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画像 这个是一个家庭软装行业的一个资深的设计师 是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公众平台 我们给它定位是高富帅 设计经验丰富 比较具有深度 字字珠基 非常严谨 我们把它定位于叫软哥 35岁左右的家庭软装行业的资深设计师 花名软哥 所以每次他在这些自媒体平台上发声 都是以软哥的名义来发声 软哥告诉你A 软哥告诉你B 第二个是给我们民生一代做的一个定位 他的工作平台 我们给他定位于27岁的资深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客户主管 女性 花名 民生小妹 每次的互动都会说民生小妹为你提供帮助 这样的话就很自然而然的 你自媒体平台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就拉近了 刚才讲的是定位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语言趣味不古板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用户 尤其是90后00后等等 80后 很多都喜欢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还用一些传统型的一些古板 一层不变的这种内容跟他们沟通 我们就丧失了跟他们沟通的机会 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 常规的表述 这是一件十分令人吃惊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在互联网的语言包装之后 他是怎么表述的呢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惊呆了 我会告诉你听了之后 电商哥的下巴脱臼了吗 这两种方式 大家最喜欢哪种方式呢 很显然是第二种 因为比较诙谐 比较幽默 比较生动 所以我们在语言这块 在趣味性 就要多利用互联网的语言 去进行表达 所以大家要利用好互联网的流行语言 最常见的有 精呆体 节奏体 不要放弃治疗体 等等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小案例 这都是美幽的 第一个 他发布的一个图文的 手图下面的这个字 叫 我是小幽 遇到你好开森 还发了个笑脸 这就是一种互联网语言的表达方式 开心用开森来表示 第二个我们来看 轻松一刻 心中有一万头 这样一个动物 飘过的 二十三个尴尬的瞬间 大家知道这个动物是一个神兽 叫草尼玛 这个动物 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种语言文字呢 在社交媒体就很容易被点击 这个文章也获得了十万家的一个阅读率 第三个 如何一句话 优雅地形容你的体重 这个人说这么一句话 长得好看的人才叫绿茶表 我这种只能叫绿巨人 说的非常的诙谐 非常的幽默 非常具备网络的一种语言的这种方式 那这样的内容是非常容易受我们喜欢的 所以我们在打造内容的时候 可以围绕这些角度去进行打造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内容这块 怎么做的精致不雷同 常规的这些自媒体平台 内容运营的形式 无非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个 发文字 只发文字 没有别的 第二个 发语音 像逻辑思维 天天发语音 第三个 发图片 朋友圈 在这发图片 第四个 发视频 发小视频也好 包括腾讯视频也好 等等 还有一种 以公众号为代表 包括其他的自媒体平台 发图文 图片文字 编排 错落有致的 还有一种发话题 如何用一句话 优雅地形容你的体重 一个话题 在微博上用的 频率比较高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选话题 我们可以结合节假日 新闻热点 还有数据分析 来确定一个标题 选这些话题 大家要知道 就是无论是公众账号也好 包括自媒体平台也好 发布的内容 大家映入眼帘的 首先是你的题目 你的标题 那怎么去写一个完美的标题呢 给大家提供几种参考 如何在十秒之内 搞定你的女友 四招招你成为 网红 网红经济大揭秘 90后的世界你不懂 有一种悲伤叫做悲哀 失恋以后 十二星座男友的表现 等等 这种方式 这种标题的 这种命名和陈述方式 都非常受我们喜欢 因为这样的内容 具备一些特点 什么特点呢 大家注意看 我刚才举的这几个案例 标题里面 都明显地具备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有数字 第二个 有变化 十秒之内成为网红 四招成为网红 有数字 有变化 这样的内容 是容易受我们喜欢和热爱的 所以这样的陈述方式 是非常的能够引起受众的关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标题 第一个 土豪们 去这里买iPhone6吧 那么2014年 iPhone6上市 对吧 当时呢 我们在运营一个公众账号 当时叫道道旅行 现在已经改名叫猫图音 它是一个旅游资讯的网站 我们就产生了一篇内容 因为当时iPhone6 马上就要上市 但是呢 首批上市的这个名单里面 没有大陆 那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土豪们 去这里购买iPhone6吧 那前面我们先写了一段背景介绍 说这iPhone6要上市了 9月12号 然后呢 首批发售的这个地区和国家 有哪些 就没有大陆 那我们下面就写了 如果你想买iPhone6 购机 最理想的购机地是哪里呢 最热门的购机地 中国香港 预约成本 或者出行成本 半个iPhone6 就把这个时事热点 跟你的出行成本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挂钩 那这样的陈述方式 是非常容易受我们喜欢的 那去美国可能是两个iPhone6 第二个 当时爸爸去哪儿 第二步说 第八站要进行新西兰的这个站的录制 我们当时产生一篇内容 叫跟爸爸二去旅行 大美新西兰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资讯的网站 我们推荐旅行的目的地 那我们就写了 背景介绍 就湖南卫视证实 第八站要去新西兰进行拍摄 然后我们就介绍了新西兰的旅游状况 和新西兰推荐的旅游景点 第三个 是习大党当年去这个 马尔代夫去旅游 去这个访问 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 听习大党的话 去麻袋不吃泡面 吃海鲜 人气餐厅推荐 套布食 前面我们就稍微的介绍一下背景 习大人说去马尔代夫 不要再吃泡面了 大家要多吃海鲜 那下面我们就放了十个 热门的吃海鲜的十个地方 展示了出来 那这三篇内容 均获得了十万家以上的阅读率 都是围绕时事热点 时事的这个关注点 来产生的标题和产生的这种内容 所以我们制作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有专题的这种意识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比较具备感觉 所以我们的图文内容 一定要避免长篇大论 一定要非常的经典 具备特色 大家看这样一个标题 一名美女主管走进老板的办公室 老板竟然把她这样了 说的非常的具备某种感觉 但是点完了以后 说的职场变化的一个脉络和曲线 就非常的好 大家看第二篇文章 是Lady格料这个公共账号发的 叫可以不嫁养你的男人 但一定要嫁养你的男人 也打引号 这种内容给大家造成一个 强烈的那种视觉冲击感 怎么能这么描述问题呢 我非要点开看一看 所以这个点击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这篇文章获得了 也是十万家以上的阅读率 主要是解读两性关系的 第三个我们正常在 公众账号这种载体上 发布内容的时候 底下可以加链接 加阅读原文 那我们就留下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按钮 就你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请点击这里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所以这样的图文内容 是非常容易受我们喜欢的 大家如果在微信公众号 这样的字幕里平台 产生内容的时候 建议大家少发一些文字 多发一些图片 另外图文标题 一定要少于14个字 可以做标题的 但是要让图片 文字这种配合之间 要错落有致 另外一点 我们在进行图片的 配图的时候 因为发现 字幕里平台 不但要产生文字 还要有图片 那么在图片的选举上 我们要多注意 用一些没有版权的 或者你们自己本身 去具备版权 或者购买过版权的 这些图片 尤其是这些品牌的企业 防止被人告知侵权 另外要做好图片的 美化和加工 推荐大家去一些网站上 去找寻这样的技术图片 包括一些专业的图片 像全景图片 华盖创意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网站上 都有一些很好的图片 都可以值得我们去用 因为自媒体 很多人PS的技巧不够强大 所以去这些专业的网站 去找寻一些 没有版权的内容 或者是开放版权的内容图片 加入到我们的自媒体的内容里面 那么除了文字图片等等 图文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运营什么呀 语音 像逻辑思维一样 每天发一个60秒的语音 但是语音的内容 建议大家少用 少用 为什么呢 因为语音传输信息不够直接 阅读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相对来讲 所以大家要尽量少利用一些语音 偶尔发一下 语音也最好配合文字一起来发 还有的就可以插入视频 这个也要少用 为什么呢 因为视频的内容 如果加载在自媒体上 受众打开对它的流量是很大的 当然土豪请随意 对它的流量是非常非常的消耗的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自媒体平台上 产生视频内容进行发布的时候 建议尽量选择晚上 而且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我们插入的视频 只能读取腾讯视频上专业的视频 别的视频平台读取不了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些适用的场景 像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这样的自媒体平台上 如果是做用户关注后的回复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用语音 不要用视频 尽量用图片文字图文进行推送 如果大家进行日常群发的时候 这些方式都OK 但是要选取好相应的时间 就是视频和语音 尽量选择在晚上进行发布 如果要用客服系统回复的话 少用视频回复 也少用图文 多用文字语音来进行回复 这样的话回答起来比较直接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互动这块 我们既然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在我们的平台之上 那我们就需要跟他们进行频繁的互动 因为没有互动的话 我们的年轻就失去了 而且像微信公众账号 如果你跟粉丝在48个小时之内 没有互动的话 那么可能就没有办法 跟他进行单独的互动 这是他的一个规则的限制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不拖沓 所以我们可以围绕用户的需求 还沟通的频次 建立一个跟用户之间沟通的梯度 首先如果没有时间 盯在自媒体面前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被关注回复 或者加底部的那个自定义菜单 让他轻松地完成一些业务的指引 和服务的一些办理 很简单 第二个维度 我们可以进行关键词的回复引导 比如回复一 了解官方介绍 回复二 了解相关的产品 回复三 了解相应的服务 等等等等 第三个维度 当我们设置一些关键词 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人工进行干预 人工回答 第四个 当我们的人工都下班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个默认回复 或者是被关注回复 改成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拨打我们的400电话 请在什么时间拨打 或者留我们的建议 给这个公众账号 或者发你的建议 到我们的邮箱等等 都OK 这样的话 我们建立一个梯度的 客户运营管理的一个体系 另外呢 在客服运营和管理的体系过程当中 我们多用互动化的语言 来进行表达 比如正常表达 P2P的印象调查 我们可以进行互动化的设计 一句话证明 你有多了解P2P 这样的话 跟粉丝之间进行互动的时候 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获得互动的机会 互动的频率 周一的精神状态不佳 我们可以用 什么样的互动方式 跟粉丝互动呢 用一个成语 表达你周一的心情 我先来梅精打采 接下来你怎么说 本期好声音 东北选手居多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跟粉丝互动的时候 可能比较生硬 我们换一种方式 我们看 本期东北好声音 混进了一个重庆仔 和一个天津娃 袁芳 你怎么看 非常的诽谐 非常的幽默 又把这个主题 很好地表达了出去 那这样的互动方式 是非常容易获得 受众和用户的喜爱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地做好 被关注回复 非关键词回复 包括关键词回复 这是一些常见的 一些案例 我们看一下 被关注回复 人家谈送一个图文 给你 第二个是一个 旅游委难的公众账号 你发放毛里求斯 他会把毛里求斯的 旅游信息 实用消息 还有常见的热门旅游景点 推给你 很直接就完成了一个 业务的和服务的咨询 第三个 旅游委难这个账号 如果你发 伊斯兰卡指南 可能他没有 他会告诉你 亲 你问的问题 有些深奥 抱歉 游哥已经帮助不了你了 不过你可以直接地 致电我们的百事同妹子 提供一些建议 我们的电话是多少 留下来 很方便 跟粉丝这互动 没有任何的距离 非常的亲切 或者发送图片 给你采送一个链接 等等等等 刚才讲的是 内容层面的这种互动 跟粉丝之间的 进行语言方面的对答 还有一种互动方式 就是多做活动 活动这块 也要利用好 互动的载体 在活动前 活动中 活动后 都要进行 及时的播报 像播柚子活动 结束了 你是否榜上有名 这样的内容 配合我们的回复 会让我们的运营方式 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直接 接下来讲 讲一下活动 好玩不复杂 我们看一下 活动怎么好玩不复杂 就是活动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门槛低 有很多的公众平台 包括自媒体平台 做活动非常麻烦 说这个发个东西过来 还再结个图 再发到朋友圈 再结个图 再怎么样 很麻烦很麻烦 就没有人参加了 就一定要简单 此外 要与用户的利益相关联 人家凭什么来玩这个活动 一定要有利益 所以呢 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要遵循两个原则 叫做有利可图 有趣可玩 大家看 旅游尾单的这个公众账号 会经常开展 每日一猜 发个地点 让大家猜这是哪里 玩可以送一到两个人 这个地方的纪念礼品 或者是去这里旅游等等 就把这种自己的这种 自身的优势 结合用户的这种需求 实现了一个完美的对接 这样的活动 肯定爆 还有你可以在自己的公众平台 自媒体平台 多发动一些 净猜的一些活动 比如成语猜猜猜 每日一图 每日一成语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不需要 有严格的技术投放 开发的这种费用 很简单的那种运作方式 又能很好的实现 我们跟粉丝之间的 一个良性的互动 所以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这种猜图猜谜 猜成语 这样的小游戏 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也好 包括其他自媒体平台也好 去应用 最后一点 就是频率 稳定不扰民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时间 虽然说 我们的订阅号的一个自媒体 每天都能发 但你真的要每天都发吗 不一定 你真的要对所有人 每天都发一样的内容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可能 选取时间进行发布 相对来讲 像这种自媒体平台 发布内容 人们最受关注的时间段 人们最受关注的时间段 是四个时间段 第一个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第二个 中午的十一点半到一点半 第三个 下午的五点到七点 第四个 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 这四个时间段 是人们关注自媒体 尤其是关注手机上的这些新闻 包括社交的这些软件 最为集中的时间段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时间段 进行发布 每周也不一定非得产生七篇内容 可能产生个四篇五篇就够了 但是一定要产出的是精品 还有服务号 虽然每个月能发四次 也没必要发四次 每准发了一两次也就OK了 所以要把人群分分组 对某种不同的人群 进行内容的这种发布 所以这个也秉承 我刚才说的一个原则 就是吸附倦养 转化交易这里面的倦养 就一定要进行 标签化的运营和标签化的运作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自媒体 真正的运营好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握住 自媒体玩赚的规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